在中国古代,古人的年龄并不用具体的数字体现,而是使用其他称谓来指代。 不同的年龄对应不同的称谓,这些称谓也沿用到了今天。 本期我会把所有这些称谓都罗列下来,各位可以听一听,你都还知道吗? 第一个,汤饼。 你猜猜应该是指一个人多大的时候呢? 那揭晓答案。 古时候,孩子出生三天,请公婆或产婆用爱夜水给小孩洗澡,称为洗三招,故称汤饼之喜。 汤饼就是指小婴儿出生三天的时候。 强宝,这个大家伙肯定都知道,意思为包裹婴儿的被子和带子,是婴幼儿。 古代范指一岁以下的幼童,现在以此戒指未满周岁的婴儿。 强宝这个词儿出自烈子天锐,书中说,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强宝者,无计已行年九十亿。 强宝之后,这个词应该听得比较少,叫牙牙。 牙,牙齿的牙,是很可爱的象生死,婴儿血语的声音,故时之一岁。 再有,黄口,黄色的黄,口腔的口。 西汉的文学家刘相在其书《说院》中有一句, 孔子见罗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 孔子曰,黄口尽德,大绝独不得,何也。 孔子看见张网捕鸟的人,都是鸟绘黄色的小雏鸟。 孔子就问捕鸟人,唯独大鸟捕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可见黄口古时候本指雏鸟的嘴,因为古代护裔制度称小孩为黄, 隋代以不满三岁的幼儿为黄,唐代以刚生的婴儿为黄, 黄口就是用来指代儿童,十岁以下的接范子为黄口也。 再后来,黄口就发展语义成了讽刺别人年轻无知的意思, 一座黄寒小儿,黄口小儿,黄口小雀的, 等同于今天有人骂你是小屁孩。 总脚,总共的总,牛角尖的脚, 这也是指代儿童时代的称谓。 在古代少男未惯,女未基石书的一种发型, 那就是小孩子把头发竖发为两截, 向上分开,脑瓜上左右各一个可爱的小啾啾, 形状如脚,故称总脚。 有趣的是,在朝鲜民族中称未成年的男子为总脚, 可以翻译为小伙子。 那么总脚下一个叫垂条, 指童年时期。 等到儿童年龄稍大, 就不能再扎发迹了, 头发自然下垂, 婴儿以垂条带着童年。 哦,这个就更难了哈, 叫做使称, 开始的使。 称这个字呢, 左半部分牙齿的尺子旁, 右半部分呢, 是撇树弯钩, 很像匕首的鼻。 称意思就是孩子换牙, 乳牙脱落, 长出横牙。 一般小孩七八岁的时候开始换牙嘛, 使称就成了换牙年龄小孩的代称。 再长大一点, 豆蔻特指女子十三四岁, 你像杜牧的诗里就有, 拼拼鸟鸟十三鱼, 豆蔻烧头二月初。 更大一些的女子呢, 还有一个代指叫吉姬。 姬是古代树发用的簪子, 吉姬表示结发用姬罐之。 古人早婚嘛, 意思是已到了出嫁的年岁, 特指女子十五岁, 女子时有五而鸡。 弱贯, 是专指男子二十岁, 古代男子二十岁行贯礼, 帽子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 表示官职身份和礼仪之用。 那行贯礼之后就表示成年了, 可身子上教成年人弱, 所以称为弱贯。 年龄再大一些, 经历风雨了,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而立, 不惑, 这听得比较多。 而立的立是什么呀? 指的是立德, 立言, 立身。 而人到了四十岁, 就已经见惯各种情况, 不会被迷惑了, 所以才叫不惑。 这些都是出自论语。 孔子曰, 五十有五而至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至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于去。 孔子说, 我十五岁有志于学术体系的建立, 三十能够建立自己学术体系的初步雏形, 四十能够把自己的学术体系 时宜补绝较为完善, 五十知道自己的学术体系天性如此, 六十知道自己的学术体系不过如此, 七十宣传自己的学术体系本应如此, 面对质疑求教, 能够从心所欲解释自己的学术体系, 这也是天命之年指的是五十岁, 耳顺之年指的是六十岁, 七十岁心所欲的由来。 我们古代的词汇很丰富, 而花甲,平头甲子, 藏香之年也可以只待六十岁。 年龄再往上加, 古兮, 藏国之年, 智氏之年, 指的就是人生七十古代兮的年纪, 能活到七十高龄的在古代不多见吗? 八十到九十呢, 合称茂蝶, 茂蝶出自曹操对酒市中, 茂蝶皆得以寿终, 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最近复旦网红老师陈国把茂蝶读成了茂质, 也是被传得沸沸扬扬。 那一百岁了以后呢, 古人称之为七夷, 七就是期待, 夷就是供养。 一指百岁老人, 一指起居不能自理, 一切须期待别人供养或照顾。 一百再往上走呢, 花甲重开, 一百二十岁, 古籍双庆, 您再猜猜多大, 一百四十岁。 希望我们都能活到这个年龄。